当你觉得辛苦的时候 别人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当下雨的时候 学会自己为自己撑伞 这需要练习 也需要习惯 更是一种能力 当人心寒的时候 你是怎么舞都舞不热的 一个人真正的心寒 不是哭不是闹 而是整个人都变得沉默 你的一言一行 影响不了他的心情 你的一举一动 左右不了他的神经 这时候你应该考虑的 不是怎么挽回他 而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那个曾经一心一意对你的人 为什么会变这样 他真的值得 你为他伤心伤什么 人这一辈子 该走的弯路 一条都不会少 无论多节省 钱还是没存够 不论多聪明 亏还是没少吃 允许一切发生 反正生活就是见招拆招 人生是用来体验的 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 我慢慢接受了自己的迟钝和平庸 允许自己出错 允许自己偶尔放空 允许自己的允许 再服下时间 这铁良药 带着遗憾拼命绽放 这是与自己 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人性真的很凉薄 用你的时候 有多热情 不用你的时候 就有多冷淡 最凉不过人心 最薄不过感情 谁都不傻 总是敷衍的人 都会渐行渐远 谁也不笨 不被看重的 都会愈来愈淡 看破不说破 是一种善良敦厚 是一种高尚的修养 也是成年人最后的礼貌 人到了一定年龄 必须扔掉的四样东西 没意义的聚会 不爱你的人 看不起你的亲戚 虚情假意的朋友 如果你前半生 过得一塌糊涂 那么 你后半生 一定要重新洗牌 找回最初的自己 其实你什么都不缺 只缺一份重新开始的勇气 真正强大的人 尤其是女人 需要放弃四样东西 一 对他人的依靠 二 对过往的纠缠 三 对曾经付出的眷恋 四 对一切美好的幻想 将自己修炼得睿智和坚强 才能有能力 去面对这世间的万事万物 一个人越是活得通透 欲望会越少 没有特别想要什么东西 也没有想要特别维持的关系 走近的人不抗拒 离开的人不强留 当你有时候放不下的时候 想想别人是怎么放下你的 未来夜夜崩溃的 就不是你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还没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点赞支持 随喜转发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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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